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 主委,备训 陈伟颖好 主委,这么一项大型的计划 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 在各个条件当中,包括专业人员的部分 还有一些配套,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 最主要是说,我们看到国科会 在整个生计医药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非常仓促的去合并了两个 已经进行数年的大型国家计划 包括基因医药,还有生计医药 把它合并起来,然后呢 现在又有一个六年计划 也就是有高达这个统筹了 600至800亿的生计基金 我想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有一种期待 我们期待说真正能够让整个医药生计的部分 能够达到一个世界型国家的一个标准 还有竞争力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 这当中有太多的利益 而且在这些学者专家当中 也有太多的角色重叠 这些利益回避跟角色重叠 我不知道我们国科会有思考到了吗 在这个利益回避跟角色重叠的部分 我们怎么去做处理 对,我们在规划里面 就是说有一些是要他们声明 没有利害冲突 声明有用吗 声明有用吗 你可以去做调查 我们没有法哦 因为我们没有法的依据 你可以去根据他本身 他有哪些需要 像我们都需要财产申报 他需要吗 不需要啊 所以你能够去调查吗 如果他没有据实以报 你怎么知道说 他有挂了哪一个单位的 可能是顾问 可能是董事 可能是有什么要职 你怎么会知道 结果我们政府 有这么多的资金 给了他去做研发 结果研发 从这一手研发完之后 那一手就到那个公司 去做一个这个发行的部分 这怎么办 很好啦 我们会在 就是陈委员的建议 我们会在 这怎么办 不是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假如有利益违避 我觉得应该 就不应该再参与 那个 指导委员 或者咨询委员 主委我们的计划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整个国家型科技计划 这个高达有六年计划 从哪一年开始 我们是希望从明年开始 一百年嘛 对不对 现在是九十九年了 对不对 九十九年 你希望一百年 你这些配套没有拟定好 你包括要修法 如果你没有赶快做处理的话 你等到他上路的之后 你修法来得及吗 而且这是非常恐怖喔 我用最简单的例子 H1N1疫苗 大家很清楚吧 当时候要打哪一家疫苗 到底是要打国光的 或是打诺华的 我想 新闻上面吵得沸沸扬扬 新闻局 新闻局自己也搞不清楚 卫生署呢 站出来说 不得已站出来说 诶 自己国光的不错 诶 在当帮国光打广告 但是我们很清楚喔 当时候 这个国光疫苗的董事长 是詹启贤喔 詹启贤曾经担任过 我们卫生署的署长喔 然后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基本上是拿了 我们卫生署的经费喔 去研发疫苗喔 去制造这个疫苗喔 结果他也站出来说 要大家打国光疫苗 然后呢 他原本 原本这个 他们的一个执行长 这个何美香 他最后 回到中央研究院去担任 研究员 研究流行病的专家 结果 他自己也跳出来说 诶 要打国光疫苗 这就是角色混乱嘛 跟委员讲喔 这就是角色混乱 计划比较单纯啦 剛剛委员讲的 那个投资的基金喔 是经济部在负责 这怎么会比较单纯呢 你错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环 因为研究者拿了计划之后 他研究的过程 我想我们计划就全部交代给他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整个计划的执行者 你有可能去做监督吗 没有啊 他如果学者专家拿了这个计划之后 就是他去做研发的动作啊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关之后 他计划开始就配合整个计划的进行当中 不论是两百万三百万一千万两千万 就下去了耶 好 他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们中央 我们自己再给他钱 结果他研发出来之后 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去详细了解他的背景 在这当中 可能到一间公司就比我们早点出来了 要怎么办 拿我们计划我们都要他们申明 我就跟你讲申明没有用嘛 人家在在外国是怎么处理 我们要去核心嘛 是是是 好 我们该立法的就立法嘛 我们该立法说 如果学者或教授担任生计公司 他必须要去做申报实际申报的动作嘛 是是是 他财产申报之后你才知道说 他本身在哪一家公司有持股嘛 是不是 跟委員讲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伦理法律社会影响办公室 应该要加强这边的作用 也来监督 口号没有用啦 好 主委 口号哪有有用 口号哪有用 你们每一次计划还不叫大家不要冒名 要实际 啊 有没有冒名 还是有啊 在整个计划你们自己国科会 给予各个各个大专院校的还是有嘛 不是完全是零嘛 你还不是道德劝说 是不是 道德劝说没有用 而且那是 那是小的计划 给大专院校是小的计划 这是高达数 这个可能会高达好几百亿好几千亿的耶 可能如果计划慢慢延续下去的时候 那是非常恐怖的耶 所以这个东西他所牵扯的利益关系更大 更庞大 如果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去详细 知道他本身的持股 完了 完了 可能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就不好意思 那间公司怎么研发出来啊 哦 这就很差嘛 这怎么办 我们担心的是后面耶 升级医药这一块大饼 大家都在抢 大家绝对都在抢 这是世界的潮流 但是在抢当中 我们既然已经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我们自己的主要计划 甚至我们也六年计划拟定了 甚至希望一百年就开始 这个配套 这个立法 我们更应该在一百年执行之前 要把它做好 该拿出来立法的 包括未来 他们如果担任这些学者或教授 我再次强调 他如果是担任这主要研究 他必须要去做这实际的申报 是不是 他做实际的申报才有用啊 你才能了解 他本身跟其他公司的一个利益关系嘛 是不是 我们国科会 在智慧财产 在利益回避 学术伦理 事实上 我们也 在加强 现在都在道德圈说 不是道德圈说 现在都只是用口号 现在不只 都是说拜託 你就是要这样 现在在讨论 100年之前先把这些配号做好 我们不希望到最后 哇 一个计划都还没有有结束之前 都还没有结论之前 还没有一个目标性之前 就爆发出一些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控的 一些 我们不需要 不希望看到的这些问题出来 我说 诶 我还在进行这一个计划 结果人家那一个公司 都已经研发出来了 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型计划 这是很大的一个耻辱 所以 我是提醒你 我们也恳求你 在这整个计划拟定之前 立法一定要做 立法一定要做 因为 我想 我们在未来整个 国内外的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专家 甚至院士 我们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等等 其实都可能会担任这整个国家型计划的主持人 所以这主持人之后 甚至包括咨询委员 审议委员等等 这是很大很多 所以你没有把这些条件 还有它的一个立法的程序 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到会绝对的乱 甚至 大家要开始进行之前 就把这些计划都拟定好 把这些政策 把这些立法都规范好 大家就没话讲 不会说到时候 可能被调查站检举了 被哪一个人检举了 大家就说 啊 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 还有主委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南部地方所担忧的 我们国客会有发表了 先渡三崩的关键110秒的追踪 也就是针对我们莫拉克风灾地质变化的调查 这一份调查其实对于整个南台湾地方 中南部 其实大家有很大的隐忧 如果没有做好一个这个房子的措施的话 他现在地质是相当脆弱 如果说依照你们这个报告是没有错的 是有依据的 有根据的 你认为我们这些相关单位要怎么来协助 这才是你今天做这样子的一个地质变化调查重要的依据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 当你提出这个报告之后 就这样一晃而过 我们没有看到相关单位 依据这一份报告怎么去做整个地质补墙 或是整个地质的这个追根的研究 没有 这是我们担心的 事实上是有啦 好像说这个区域 好像说台风还没来 会有估计多少 我们就要赶快提出警告 比以前的警告还严厉 这是警告 然后就可能要测村啦 这个标准都会弄严厉 主委这是警告 这是在你们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各个部会 针对你所讲的这个是很严重 这个地质的整个松动脆弱的部分 其实现在是不堪一几喔 如果依照你们这个报告是 哪是又一阵 像八八风灾 这样子的一个大雨 好雨 可能激进所有的都会崩塌 甚至都要千春 甚至死伤会更严重喔 所以我们的相关部会 到底有没有拿我们这份资料 去做一个研究 去做配套 这才是重点 所以 当然你说提早 提早做准备 提早做提醒 但是你的提早 有比事前的 这样子的一个防范更重要吗 我们有给各部会也 建训他们 所以主委 我觉得这个东西 委员讲的这个很重要 这个东西 你既然有这个地质报告 我们看了非常的担忧 是是 非常的担忧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除了这份报告出完 你应该是 要给所有各部会 了解他们怎么去做防范的部分 有 这个部分一定要追踪 不是你 只有你自己说 有啦 我就提早 可能 可能 现在一百十秒进行 可能这两分钟进行 我给大家提早 不够啦 我是国会主委是专制会 防灾专制会的主席 那里面就有各部会的 对 这就是重要 所以我就说 你怎么去做这个追踪 跟这个 他们的一个地质探勘 跟包括他们怎么去做防堵 我们可以再加强啦 一定要加强 不要跟你说 再加强 可能 我们都没办法站在这里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委 谢谢陈委员 秦 诸位请回 谢谢陈委